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12章 也就是這本書裡面的最後一章 我們介紹的是有關於影像列印 還有一些自動的執行功能 在這個章節裡面 我們要講的總共有五個重點 分別是這個列印影像 錄製動作、P字處理 還有影像處理器 以及最後用這個photo merge 去做一個全景的照片 OK,那這個章節的話 同學的話練習的部分就 不需要那麼多個 大概可能用差不多是兩到三個就好了 OK,因為其他的話 像這個要有列印機 這個可能就是需要 硬體設備啦 那這邊我們就沒有去強迫老師 同學要用 但是我還是會做講解動作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列印影像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列印的話呢 當然就是打開檔案 像這邊,你就按檔案 打開,這邊就會有一個列印的動作 這邊會有一個列印的動作 這邊會有一個列印的動作 那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打開檔案 所以這個列印是沒有要去執行的啦 OK 好,那或者你也可以怎麼做呢 你就按Ctrl加P也可以 OK,那這邊就跑出來了 你的需要列印的部分 然後左邊的部分是它的這個 預覽圖 預覽圖的部分 OK 好,那彩色管理這邊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我們就不再多說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 好,那這邊的話呢 也可以去決定好這個 你要列印的這個尺寸的位置 然後高度、寬度、百分比 然後或者勾選這個什麼 這個都可以做到 OK 好,那列印影像的話呢 也可以去做這個動作 是不是要在這個角度這邊 做裁切動作啦 中央裁切啦 標準記號啊等等之類的 這邊都可以幫你做一個標記的部分 可以看到 OK 好,那接下來是列印影像的部分這邊 就是你要印的分數啦 這個我想 一般講你用印表機 其實都大概可以知道了 這個我就可以把它跳過去 OK 這個你看一下